人生实在有太多东西要选择 我们每天平均要做70个琐碎的决定 每个决定平均用我们八指到60分钟 就好像每天起床要决定着什么衣服上班 吃什么早餐,吃什么午餐 下班之后去做gym 以为的朋友happy hour 太多太多,太多东西要选择 所以投资理财,我选择富昌金融 他们的一站式投资服务加上专业分析 令我踏出的每一步都更接近我的目标 选择富昌,踏你所望 早晨,各位早晨,Mr Stephen 昨晚美股全线都做好三大指数 主要都是达威尔的讲话 其实也是看下市场反应 然后才再有这个媒体的演绎 昨晚三大指数全线都是高收 收市升幅介乎是1.3至2.7%之间 都是纳指的升幅就最强劲了 现在美联署的主席鲍威尔 和布拉德等等的联署官员 大多数都是支持 在接下来的两次会议上 割监食50个基点 加上美国4月的零售数据日 也是超出预期 现在最新的数据也是4月数据 零售消息数据按月升0.9% 比起上一次就没有这么强劲 但也反映在这么高的物件之下 消费者也继续支持消费 这都是两方面的利好因素 昨晚美股就做好了 跟着在联署网络的鲍威尔 讲完话之后 就看回利率期货方面 当然刚才Vivian也有说 预期下两次都是加50个点子 可能性去到怎样呢 6月那次加25个点子的可能性是0的 加50个点子是93.5 当然有人会猜75个点子的 只是6.5而已 至于7月的时候 加total100个点子 即是说相信6月和7月一起 各加50的就是79.8个 即是说起码有9乘3的人 相信下个月就50点子 所以市场都真的可以这么说 majority一面倒相信这样的情况 所以如果你看回昨晚 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大家的预期之内 因为一路都说 75又不是我们 actively considering的 然后又一早都说定 基本上来两个月都是50个点子 所以市场曾经收窄过 但美后亦都扩大了升幅 近期大家应该都见到 美国的十年期的国债知识率 和美汇对股市的影响 近期就有一个反向的关系在 这期国债收益率会回落 亦都是对股市有一个揣息的空间 亦都受到股市的反弹机会 昨天其实鲍威尔说完之后 就没有立即去轻微 即是没有立即很大回落 昨天回落其实今天也再上回 现在最新是2.988 昨天说了没有考虑加上50个点子 而另一位罪鹰派的官员 亦都对这个加75个点子 就避而不谈 其实他们一路主要的说法 都是50个点子 只不过很个别的 一些零星罪鹰的人士 而又会拿出来highlight 或者说现在有些人又在吓死 不过这个虽然未必会这么猛地去加 但是都是一个这样的路上 而国债收益率虽然回落一点 其实还在一个声势里面 当然除了看知识之外 大家都知道了 金、油等等都可能会反映市场的清水 甚至乎有油反映通胀等等 金和腰也有关系 金其实隔夜都轻轻落一点 一千八百一十四元 现在是亚洲时段 油呢 就奇怪些 它也是站在大约14附近 纽油和布兰特旗油就倒转了 又是一段时间没有试过 纽油高过布兰特旗油 纽油现在就报了13.84 报油反而是12.84 平了一元 不过最近都是突破了一个收窄三角 我之前不是说过布兰特旗油 如果选择起来说 我选择布兰特旗油好一点 那波动性小一点 因为它就是可以不用 甚至交过都可以 对一些投机者 那为什么现在升得多一点呢 其实就很大程度是 就是WTI是波动大一点 就是跌的时候会跌得多一点 是 升的时候所以都会跌得多一点 那现在 整体来说 都是一个少少向好的趋势 大家大概 对于外围来说有个理解 那港股呢 就竞价时段开出了 那虽然旗子 刚才一路都见到 就是跌百两 那但是呢 现货可以高开 高开了71点 去到20,674点 那就看看 每日成交额 在港上 有帮 招行 那就 还有长期 那个股价是开出的时候比较飙青 三只都是高开3%的 那昨天呢 看到那个夜期呢 应该都如是敬今天是接近平开 因为昨天就 昨天就 昨天就 昨天收206百几点 昨天的夜期大概是205百几点 就是 其实差不多这个水平 那就是高开和低都未必会太 高开太多 或者低开太多 那就接近平开了 那昨天的中概股都是做好的 那星期二就普遍都大升了 当中为了就升超过14% 都是炒解封 炒车股 那而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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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概股昨天那麼大膽 其實就是追貼 為什麼今天沒有大幅高渴 其實因為昨天追貼港股昨天的升幅 沒錯 因為昨天在我們未收市的時候 其實到期那時已經升四百 所以昨天最後到期都是升四百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沒有什麼 有些說法就經常會不會以為港股又不跟升 人家教育又升那麼多 那時我們未收市的時候 美股的到期我們都正在反映著 升在昨天那裏 因為期貨一直都在圍著動 汽車股有機會繼續做好 因為持續有上海等等 汽車的重鎮就解封了出來 對於汽車方面的消息面就會比較強勢 昨天呢 長汽這些都很彈 雖然就沒有一個技術性的突破 但是吉利和比亞迪都有些分別的突破 另外比亞迪今天也有些發佈說 比亞迪是一個漢家族 比亞迪也都突破了二百四十四元的水平 近期最重要是國家疫情應對的進度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解封 現在逐步解封 解封完之後會不會又爆過呢 又要禁過呢 因為都堅持要清零 這個就是近期 現在一個大家比較難去預估的 沒有辦法去延準猜測 究竟國家會如何做 以及疫情如何發展 因為國家都是應變的 疫情怎樣變 它就怎樣變 不過稍微有些重鎮 持續解封的話 就有些人就炒會開啟 也有些內地有些勸商都說 就說可能疫情持續 有機會好轉之後 又再提起一些所謂基建 等等刺激需求的政策出來 相信都可以製造到一些 市場足底的情況在這裡 也有說到互聯網 業績基本面有望足底 即是內地有很多勸商 都開始放風 就說市建底 從一些很科技的 或者很舊經濟的 都暢號著了 是的 一連串 其實大家 因為始終國內的股市經濟 其實全球都是帶國內更加 就很受中央的政策影響 現在他們 上一次其實劉鶴已經口風 都支持經濟發展 轉了 所以現在大家是有這樣的憧憬在這裡 昨天的股份 這幾天又做好 很大反彈的時候 也看到利港的人民幣 一度升超過600點 而那個趨化方面 就一路一路很多官方的一些口風出來 譬如全國政協17號在北京召開 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專題協商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劉鶴 也有出席講話 支持平台經濟 民營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支持數字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市 以及之前都是非常支持會盡力去極力 支持不適一切 支持經濟發展 都是講這些講話 都是一些口風的刺激 實際的舉措有些甚麼都見到有少少出來 看看這個刺激力度究竟有多大 包括是汽車和防貸方面的政策 其中汽車下鄉政策6月有望出台 每架車或是補貼3,000至5,000 不過這個最重要是市場需求 這是一個輕度補貼了少少錢 不過汽車業內人士預計 汽車下享護促進燃油車20至30萬部的銷量 新龍燃車就應該促進到30至50萬部的銷量 這是他們的一個估算 即是他出市油 你都要肯出雞 現在來說 需求暫時都可能因為之前封城等等的措施 就比較受壓一些 恆生指數開出 高開之後暫時要倒跌 我們去廣告一會回答問題 好 回來節目時間了 恆生指數剛才開出後就升轉跌 不過暫時的跌幅 即是升幅或跌幅其實還是很輕微的 現在跌65點 報20536點 個別成家房上個別的股份 就升幅收窄了 甚至就是掉頭到跌了 暫時其實這幾天都說 這個指數 波子行指去到下降軌附近 究竟這個反應是否去到這裏掉頭 現在就觀望一下 暫時見到上日升超過一成 就順雨那些大彈的 今天就跌3% 走勢方面 輕輕疲弱一點 當然也要常常提醒大家 在空頭弱勢曾經破底的股份 旅頭嘗試因為一天的反彈 而去追突突破等等 始終都會有個風險在這裏 Emilio 問 可不可以說830個4有貨 隔夜剛才所說 油價都是114就沒甚麼動動 油價整體都是突破收窄三角 這隻都是收窄三角 中間經歷過很多炒作 培A 甚至派特別息 10個4的話 我覺得都可以保持 又這樣說 現在就是估計這件事 是向邊邊爆 如果你跟油價這麼敏感 油價基本都應該向上的話 它應該是向上爆 可能會看回較早之前 近來近地的頂位 11.7 向上當然用最近的支持 10個2號易跌穿就走人 向上望11.7 好 這隻都算是比較廣告 相對上對油價敏感一點 如果你去想 是否現在上油之後 即是說生產不切 是否煉油那邊做好些 可以看一隻386 但它就真是微動 如果你說要厚的話 你起碼都3.98 突破就會有些看頭 3690 Terry說 上下是甚麼位 這是科技股中最強的一隻 上方是173.9 今天已經開174 所以今天如果站得穩 即今天應該震一震 落一落 暫時都可以 那你如果看著 譬如173.9 如果今天收到這個位以上 就算好了 最重要下面的防守 你一直推上去 把你的指責人指示位 那是146 好 接著看2007 碧桂園 所謂示範企業去發債 那是否代表很健康呢 4.77有貨 當然啦 繼續是空頭 弱勢 整體行業上困擾 唯一它可能會安全一點 但其實真的不強 在前個星期反彈到 用10天線 黑黑的那條線 也有回頭 如果真是比進你今次彈上來的話 即是黑線 50千線 5.46附近 那向下就不得跌穿 最近的低位 就是4.16 即是4.56 就上方 4.16就下方 但是呢 都是衰的 老實 因為這個板塊始終都是弱 自己小心點 那Ambrose說JD的業績 到底好不好呢 我們看看現在的 京東的反應 暫時就昨天彈完之後 今天都下了一點 跌2% 第一季度營收其實都偏好的 就是營收超預期 經調整後的每ADS的收益 也是超預期 營收2,397億人民幣 去年同期就是2千年31.76億 同比增長有18% 淨利潤呢 虧損就是30億 經調整後的ADS收益 就2.53 預計是1.47 那盤前其實就已經一度升 因為昨天我們 為何它沒有再特別 因為出現再特別升上去呢 前幾天都有去反彈 而截至2022年3月31日 京東的過去12個月的活約購買 用戶數就是達到5.805億 用戶規模穩步擴大 而用戶的質量也顯著提升 不過呢 亦都是即前即後都會覺得 尤其是現在這個環境 應該是宏觀因素影響比較大 還有如果是這個科網平台 就應該是政策的因素影響比較大 即是那管 即是今次超預期 那管其實它就算出得差 那最真是刺激到的因素 就應該未必是業績 除非有些甚麼的大爆發 應該都是視乎那個官方的政策多些 京東在隔夜 美股那邊曾經就升過百分之九 收窄去到百分之四收市 那aftermarket出完業績等等之後 都還是暫時高企近百分之一左右 但是當然了 港股方面 就完全未上回4月29日之揚足 大家要小心 跟手就3.68 因為始終彈了幾天 大家可能下夜來一些憧憬 看看是不是墊底 始終這隻 記住是圖表裏面最弱的一隻來人股 因為沒有甚麼來人股 所以要空頭均線 而他就要 究竟是否這麼快去脫險 之前擔心的一些人士被監管審查等等 其實都麻煩的 中間曾經有一條彈多頸線 位置47.9 大概在這裏 47.9 似乎今次是否 當然了 然之上早 因為現在開了市八分鐘 但是今天開出最高位正正就是47.9 如果又是在這些位置攔住回頭的話 其實就沒有見底的跡象 因為如果你問我見底 當然除了做低位小W之外 其實最少都要站前底 前底52.15 都沒有這麼快 所以我覺得 胡亂地去攤平不好 內銀不選這隻 這輪當然彈多一點 就是碧桂園的風波 碧桂園的便自乎鬆一口氣 他又彈多一點 不過都到了第一個阻力位 然後Judy說 9.4.1 他已經有貨 怎麼好呢 50.9有貨 怎麼處理 即是賺錢 其實不拿著好 如果你說 看這一輪參考的防守 其實可以用50.2 你50.9 其實50.2 而說真的 我覺得破了下去 這些指示位這麼近 破了下去都叫平手走 就是 吃虧了一點 就是不當 那如果你說 你真的很短線 你覺得 打算看看他會不會再彈 就是沒力就走了 這樣 你可以看小時圖 小時圖 現在做的支持 是51.1 如果你想 擺到短線 短線 緊一點的一個指站位 暫時可以用這裡 如果他再上 你可以有新的位置 可以做到 Terry他說 一二一一講了 未未 那就講一下 今天暫時都可以升近百分之一 剛才都提過他 提過他 漢族的車款 賣了二十萬 累計 算是理程碑 持續都是炒作汽車 如果順便報賣 今天吉利 輕輕跌近百分之0.5 長期現在還繼續升1.5 溫度還能保持下 因為市場暫時回到100 不要預計股這麼快 走得快 但是比亞迪繼續破壞 昨天他找了244 一個比較重要的關口位 向上 逐個去還等 例如270 逐步逐步 當然 又不一定靜止感 但是 亦都要看市場 是怎樣配合的 這些 276 逐個逐個頂去問 到時候 這些位置 約莫是296 我覺得只要不回到244 其實都可以部署一下 暫時當是短線走勢 因為都很難說市很好 市不好的話 你什麼都很難講長 短線走勢 站244 看270 276 296 逐步逐步看 我們看看市場的反應 因為今天開市 即是高開七十幾點之後 現在跌116點 至20487點 榜上的股份 暫時的反應 因為跌幅未算大 那些股份跌幅 未算太恐怖 但都看到科網股份 反彈之後 就出現一個 開始掉頭 京東跌3% 而快手跌2% 我們看看現在究竟 是否去到什麼位 無論是恆指和科指 就是去到現在的恆指 不過我覺得 是否真的要去壓住 去倒去掉頭 我覺得可以看定些少少 就是去到 靠近下降軌附近 那科指應該都是類似的情況 去到上一次都是去到 逼近50天線 那就回落了 現在就來到這個位置 站在這裏 Fill Coppa說 前幾天大升市之後 都是回 其實所謂大升市 跌浪反彈 再講清楚一點的話 可能延續跌市是預期之內 還有昨天都未試的時候 都跟大家講過 昨天科技所謂大會議 一直等劉學出聲 看看是否實現 4月29日市傳 就說去停止監管等等 當然剛才都有提過 就說 健康發展等等 那些 就屬於很溫和 又未至於很具體積極的作用 我覺得這個是市場最低限度的說話 所以我覺得 可能是因為這樣 而要退回多少升幅出來 都未定的 其中一個 因為昨天有些炒作 加上昨天的科技股也好 大市也好 那個升幅 是未配合好放量的成交 這件事也是值得挑剔的 然後就看看883 剛才都講過一下 回答Emilio 需要否離開 就應該回答了 需要離開 2382 103有貨 走不走 可能就是說 昨天去早 估計店底 當然都要提醒你 去追股份是難度極高 因為空頭 軍線 破底股份來的 而且它沒有橫行 經常都說 譬如好像175那樣 它是一個三個月的橫行 它破位 都未必一定是百分之一百要順的 因為始終都是很弱很弱 但是如果你說 你看看2382 是完全都沒有一個橫行 它是慢慢又下跌 慢慢又下跌 這樣爬上來 就好像可信程度 又再低一點 所以這些我覺得和和哥哥走人算數 對 因為本身就沒有說有什麼轉強 即暫時 市場跌多了 167點 現在跌 最後看阿森這隻 3988 波斯登 有貨 3.8有貨 破位未 再上 是不是4.5 破位未 破了 跌穿了3.03 破了 是不是 向下破了 如果你最近的支持 其實是破了 如果你看到 3988還是3988 他寫 3988波斯登 但他又問波斯登 搞得我都暈暈地 你想要波斯登 是不是 3998 相信他的中文名 多些 他寫錯了 應該中文名寫得對 4.11 現在在這個突破的邊緣 上去才算突破 現在到了那個區間位 我覺得有希望的 如果你是這隻的話 你就拿著他 現在那個防守可以用3.72 OK 這個就真是去 你說反彈 哪些有些初步去想建底 這些就是有些初步建底的款 好 現在9點45分 恆生指數也是受壓 約我85點左右 暫時升得最多 榜尾就是創科 升了2% 而跌得最多 就是京東 剛才也提過 4% 剛剛出了業績 好了 我們這支節目 到這裏為止 11點40點分 再見 拜拜